就是说,这一题实际上是从第二题改的,所以这个是CH07的RestureView2 那里面有哪一些部分要先给的,我们也像先建专案1,2的话呢是那个M的部分,就是资料 有关资料跟Resource图档部分,那里面的话就是把这个array,因为我已经做好了 从那个云端上把它载下来,你应该知道地方,把它贴上,那名称的话呢就把它改一下,本来叫BOSS,我改成ENG好了 OK,这个名称,然后把它Safe一下,OK,完成,那再来就是说呢,Drobo的部分,我需要一张图 那图的话,我希望预设的底只是蓝色,水蓝色的,但是如果说你要把它改变的话,那通常啦,要不就是把它建一个底图给它啦 那底图也许你还可以做成建成的,甚至你可以做成建成的效果 那至于什么时候,那已经是美工的范畴啦,我只是教,我们只是加个图上去就对啦 至于你要做更漂亮,你要做成建成效果的话,可能要Photoshop,好像在那个小画家不行 小画家不知道没有建成效果,没有吧,OK,那Photoshop应该一定是可以啦 只是Photoshop,那个可能,其实我也教过Photoshop,我也会用Photoshop,但是太复杂了算了,这个我们还是专注这部分好了,OK 那再来的话,这个部分呢,这个图其实非常简单,这个图其实我是用小画家做好,把它存过来 那小画家怎么做,其实非常简单,小画家你就先new一个对吧,它预设是这么大,那你可以怎么样呢,可以利用那个调整大小 然后呢,这边改成水平30啦,因为我那,就是只要一张它会自动全部填满,那你大小其实不见得说一定是30,60啦 你可以给一个大概的,丢上去它全部都给铺满,那这个30,假设垂直的是60,要记得这个打勾取消 否则如果你被打勾取消,你会发现,再输入个60,它上面又改了,你永远在改上面,再改下面,下面又改了 所以记得怎么样,维持这个把它拿掉,60,按个确定,确定完之后的话,30,60 诶,我好像是不是选错了,应该是选到像素才对,我选到百分比,OK,这边打勾取消,不然30,如果你看到太大张应该是像素没改,60 然后按确定,那再来填颜色,填什么颜色,这边有个油系统,对不对,点油系统,填假如是这个绿好了,这个亮绿色点下去,这样就OK了 那再把它另存新档,存成PNG,我是把它放桌面上,有个green,有没有,也许你可以再挑别的颜色,不见得是green,你可以其他颜色 做好几张,反正你有几个颜色,你自己在挑挑看,OK,甚至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效果颜色,当它答对的话,是什么颜色,答错又是什么颜色,这个可以再变化一下 然后再把这张图复制,贴到Jobo,OK,应该没问题,只是放一张图而已 好,那这张图我主要能够用它来做什么,几个地方,再来M的部分完成,就是我们主要是解决了我们的那个SWINs里面的资料,跟图档的部分,大概这两个部分,主要这个贴把它放上来 第二个的话,介面的部分,介面部分要需要修改哪些地方,主要就是说呢,我们底下本来会有一个那个Test View 不过底下那个Test View,因为我要把它改成Alern Dialog,所以呢,底下那个Test View可以把它delete掉 所以这边本来有一个Test View把它拿掉,然后Entries不要用,因为我们将来的话,Entries可以用别的颜色,然后其他的属性大概就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更改的啦 大概就是这一些,把它做一个更改 然后呢,我刚刚有试了一下,其实它里面有一个属性,好像在旧的版本没有的,就是List Selector 感觉这个Selector的这个效果好像跟我们刚刚做的动作有点类似,但是我还不确定说到底是不是一模一样的,你们也可以测试一下 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话,那你就可以不需要去建那张底图,直接从这边比如说去选一个,它有个属性 叫做List Selector,我印象中在旧的版本是没有这个属性,它新的版本也许加了这个属性,可能就是要解决我们刚刚这个问题啦 这个可能要再测试一下,我想应该是这样,然后你可以选一个颜色,按个确定,它底下的那个选取的颜色,有没有就变更了 所以感觉好像是一样的东西啦,感觉,但实际上可能要经过测试看看,OK 好,我们这个地方先不要,你们可以再去测试一下,把它拿掉,OK 好,那再来的话呢,界面上面应该没有太大的变化啦,大概就是预设的,其他的话呢 大概就是把这个名称改全名音简吧,大概是这些,其他,这个entries可以拿掉,我们不要,OK 好,把它save一下,那另外有一个就是属性,叫什么filter,这个filter able,你可以从这边设定,或者从程式里面设定都可以 这个地方呢,你也可以把那个,就是它有个list的一个filter,这边有个属性啊,tst开头的,它有个filter,这个filter是什么作用 filter应该是,就是那个所谓的筛选器,那这个筛选器啊,顾名思义嘛,如果你今天要把所有f开头的字留下来,你会打一个f,有没有发现 它就把所有f开头的字都把它帮你找出来,你back,a的字除了,有没有,a的字全部出来,然后a,a什么s,有没有,就s,这个一个出来,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一直打啦,它有点像一个筛选器,那这个效果有没有,如果要让它出现的话,前提是,你必须把那个属性打开,预设是false,那你要怎么样预设把它打开的话,有几个方法 要不就是说你在设计模式下面,直接把它打勾,要不就是说你在程式模式,就是程式执行的时候,去用程式的方式把它打勾,两个方法都可以 当然我是建议,如果你懒得打程式的话,其实在设计模式把它打开就好了,因为程式就有少一行了,对不对,两个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在哪边做比较简单,在设计模式啊,所以如果说在设计模式,它所有的property有帮你产生的话,你很多程式都不用写了 所以有些时候啦,有些ID开发环境就是通通帮你做好了,所以我说那个VIOUS的里面很多其实是,因为它property里面都有了,你就把它打勾,或者做一些设计,程式不用写 好,那这个地方的话,第一个就是,第二就是,一,二,三,再来就是程式,那程式部分的话,其实主要大概我们来看一下 在底下这边有一行啊,其实就是我如果要把我刚刚做的那一个图放过来的话,实际上就是有一个方法叫做set,什么呢?selector 那你把R里面的Jobble这张图给它,它的背景图就会变成蓝色的,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,主要为什么背景会变更成这样子,主要是因为我有这一行的效果,所以特别说就这一行啊,所以你们可以在我那个程式云端上面可以找得到,有没有?底色变更的 如果说你要改成像其他的啊,像底下要做一些花朵啦,或者什么其他变化啦,反正你可以做得很漂亮的,这个里面变化啊,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大,OK 好,那再来的话,还有什么,这个点击它,跳出Alan Dialog,这个可能是前面没有,那主要我们来看一下,基本上前面的东西都一样,一样的东西我就不讲了 好,然后,这个其实也不用了,OK,前面的东西都一样,我就主要这个地方,有没有?一样一系列要,这个也没有问题啊,跟刚刚前面是一模一样的,那我是把这个Array有没有?本来是Boss有没有?把它改成ENG就好了 而且那个,Android Studio还蛮贴心的,哇,好棒的功能啊,你会游标放上去,它把所有里面的东西都帮你载出来,OK,那这个地方载,放在Adapter,所以Adapter里面就是MVC嘛,它这个,呃,这个是MVC放进来,放进来之后的话呢,那我们就可以看到,在模拟器里面就有这些东西了,它就帮你载进来了,里面就是把MVC的讯息告诉他,C是负责画上去, V的话是把底下的版型,M的话就把资料放进来,MVC,OK,E可以帮你放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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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?就像说印刷一样嘛,Cock,Cock,Cock,一直往下,那里面总共大概如果几千个单字,瞬间就帮你把它全部放进来了,那再来就是说,我如果要当我点击的时候,我希望把这里面的东西显示在LearnDialg里面, 然后呢,需要跳出类似像这样的状态,这个是Title,还记得吧,SetTitle,有没有?SetMessage,Set一个按钮,一个按钮的话呢,只有确定的话,就是什么?PostiveButton,有没有?OK,这个前面都讲过啦,所以如果忘记的话,回头看一下,那主要当然我是希望你们如果不用讲,你就会的话,那后面大家好搞定了, 因为全部其实都有连贯性的啦,那你如果可以把越复杂的东西做出来,就有点像那个堆一个复杂的积木一样,你要一直就是一个零件一个零件慢慢越来越复杂,你才有办法再加一些东西,比如后来后面可能我们还会加资料库,或者加网路上面的资料,那如果你前面这东西都不能做出来的话,那后面可能你也就会有问题了,OK,好,那怎么做?我们来看一下,基本上第一个, 就是当点击的时候,一样我们是建一个onItemClickListener,对不对?那去检查一下他点了哪一个,那点了哪一个,我不知道啊,他会怎么告诉我,他会用那个什么呢?我刚刚讲过的,就是用那个一个参数,这个参数一定是int,OK,那后面的这个参数名称你可以自己定啦,我这边叫arg2,那我就利用刚刚讲过的,就是getItem,有没有? actPosition,把这个arg2丢进来,我就知道说呢,它里面的东西是什么?那因为里面的东西,它是一个字串,所以我再把它转成字串,to3,丢给什么呢?丢给这个变数,应该这个没问题啦,这java应该前面都讲过,new一个,这个alignDialog.build,特别是因为这是匿名物件,前面没有宣告一个物件名称,当然我有讲过,你如果要改成非匿名物件的写法,也都讲过, 所以忘记的话,请回头看前面的影片,OK,那这个alignDialog后面就要传给它一个,你的c是谁,controller,那controller的话,就是mangative.less,就是我们现在这个class,点less,就是它的实体,这个点less实际上就是它的物件,物件的名称,前面是类别名称,那实体化之后呢,我们找到它,然后做什么呢?setTitle,前面不用,因为它是匿名物件, 所以点就好了,后面记得不要加分号,如果你是实体物件的话,就要加分号,点setTitle,那所以我们用setTitle,特别是,这个setTitle将来会丢到哪里,丢到这里,setMessage丢到哪里,丢到这里,最后有个button,那个叫什么,positiveButton,OK,所以你点setP就可以啦,如果是取消的话,就是什么,nativeButton,中间的物件, 忽略就是什么,naturalButton,OK,那这个当然有,那做什么事呢?确定,那有没有要实作什么事情?没有,OK,那当然如果说你要实作的话,你可以还可以参考前面的啦,有没有,你要去把什么Dialog Interface,有没有,它那个Vue还不太一样,Vue的名称不是不是一个Button,它是一个Dialog Interface,有没有,电,什么,OnClickListener,有没有,它那个Vue还不太一样,Vue的名称不是不是一个Button,它是一个Dialog Interface,有没有,电,什么,OnClickListener,有没有,它那个Vue还不太一样,Vue的名称不是一个Button,它是一个Dialog Interface,有没有,电, 有没有,然后呢,再加个大瓜糊,那个什么,把它implement,就是实作它里面的OnClick的方法,OK,这个前面都讲过啦,应该有印象吧,如果没印象,请各位再参考,第几次啊,第三次还是第几次,反正回去看一下,好,最后记得把它秀出来,跟Tost一样,无论如何,Alan Dialog跟Tost都一样,是第四章,第四章里面的东西, 把它秀出来之后的话,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了,所以你按确定,其实确定没有做任何事情,所以No,OK,点击它,OK,没问题了,所以主要我们在刚刚的范例里面多增加几个,第一个,就是资料变成全名简的,当然我没有全部放,如果你有时间的话,你全部放没关系,我印象中,它大概放个几千笔,速度都还可以,只是启动会卡一下下,因为它必须载录啦, 我好像有试过载过几千笔,但是要delay个两三秒钟,所以你尽量不要超过500笔,超过500笔可能会卡卡的,如果超过500笔,你可能要做一个,目前忙碌当中那个,不然的话它会载录的时候比较慢,OK,第二个的话就是抵射,改一下,第三个就是怎么样,可以做Filter,Filter就是其实改一下,点下去,这没有,OK,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Alan Dialog, 大概这几个变化,OK,画面先还给各位,就把它稍微做个变化啦,多知道一下那个List View它具有哪些的效果,其实这些效果,对于各位将来在做一些像资料库连结,或者是做网路资料连结,其实都会有帮助的,只要是有一个清单模式,所以List View其实我觉得用到的机会非常的大,因为现在很多资料都是大量资料,大数据嘛,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些数据, 通通通放到你的手机的话,其实常常会用的,可能就,我的习惯啦,我还蛮喜欢用什么,List View配合Alan Dialog,因为List View可以show那个Summary,清单,然后Alan Dialog是什么,show详细资料,点下去详细资料就跳出来了,把那个资料点击的嘛,可能如果你将来有很多栏位嘛,那你如果说,先show那个, 主要的那个栏位,点击之后,把它所有的详细资料,show在List View,这样的设计方式,还蛮像那个网页上面的,网页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先show清单,先show summary,然后再去点击,show详细资料,所以这种设计模式在App上面也受用 好吗?